2023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已经打响 国瑜六场比赛提前结束 取得三胜三负的战绩 南丹一场焦点战引人关注 翁红阳也23比21 14比21 21比14力压中国香港名将吴嘉朗 这场比赛完全有机会两局拿下 第二局一度9比5领先 就是状态起伏有点大 稳定性不足 但整体表现不错 尤其防守特别好 国瑜三场女单一胜两负 王芷一以11比21 14比21不敌印尼名将马利斯卡 两局分差都挺大 可以说是一场完败 王芷一的打法过于被动 只有四方球的拉掉 缺少变化也缺少主动进攻 没有什么得分手段 全程都在跟着对手的节奏打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王芷一今年也没打几场好球 要积极调整 争取早日走出瓶颈 张义曼以16比21 21到13 20比22不敌印度一解新度 输掉非常可惜 决胜局17比20落后 挽救了三个赛点 追分很顽强 但随后立马连送两分 一个发球出界和一个主动进攻出界 关键时刻打得还是不够耐心 韩月也22比20 21比9战胜泰国选手布桑兰 拿下国语女单组为一一胜 国语两场混双 喜忧参半 冯彦哲 黄东平苦战83分钟 赢22比20 11比21 21比17 战胜日本选手山下公平 小谷猜流 为上周在苏迪曼被半决赛上的失利 完成复仇 这场比赛打得也很艰辛 第一局4比11落后大逆转 决胜局也一度6比10落后 冯彦哲心理压力太大 发挥并不算好 但锻炼价值高 最终拿下比赛也有利于他增强信心 蒋正邦 叶亚新 以8比21 17到21 不敌泰国名将 德查波 杀西利 从比分能看出来 劣势明显 对手经验老道 且状态很好 发接发拼得很凶 国语两人全程没有太多进攻机会 暴露出防守较弱的问题 找不到解决办法 打得也有些着急 两局失误都很多 在比赛中的调节能力 还有待加强 在其他场次的比赛中 印度老将普兰诺伊 以25比23 18比21 21比13 战胜日本选手 西本拳泰 虽已年过30 但体能非常不错 印尼小将 阿迪纳塔 以16比21 21比16 21比11 逆转印度名将 斯里坎特 爆出一个冷门 日本民将山口倩 以21到14 21比11 完胜加拿大选手 以文山 配队不满一年的 韩国女双新组合白河纳 李绍兮 以21比16 21到17 战胜日本民将松山难位 志田千阳 好举交手五连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